丰收时节,我们忘不了一个人,他就是袁隆平院士。 袁老生前曾获聘中国农民丰收节推广大使。 如今,稻子熟了又丰收了。 在袁隆平母校西南大学,不少学生来到袁老手捧稻穗的雕像前献花悼念。 袁爷爷,我们来看您了。 在稻香满岁的时候来看您,您一定很欣慰。 谨记您的教诲,心在最高处,根在最深处。 这样的留言还有很多,一幕幕献花的场景也让网友泪目。 今年90岁的陈德久是袁隆平的同班同学,老人说, 袁隆平一生的夙愿就是让老百姓能吃饱饭,他也为此奋斗了一生。 是啊,择一世,终一生。 袁隆平用一粒水稻种子改变了世界, 又到了金秋丰收的时节,我们再一次向袁老致敬。